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小强 今天咱们来介绍一部由温子仁监制的恐怖片 哭泣女人的诅咒 又名姚罗娜的诅咒 请胆小的小伙伴们注意影片中的高能提示 本部影片改编于墨西哥女鬼的都市传说 传说姚罗娜是当地最美丽的女人 有天一位富商来到她所在的村庄 他们两个是一见钟情 不久之后就生下了两个孩子 可是好景不长 几年之后这富商又看上了别人 娜姐因一时想不开 就残忍的溺死了自己的孩子 注意此时娜姐的身后有棵树 这棵树叫做火之树 当看到孩子们的尸体时 娜姐是悔恨不已 最后她也投合自杀了 而从此之后 娜姐的鬼魂就到处寻找他人的孩子 来弥补自己的失落 故事的背景发生在1973年的洛杉矶 话说娜姐会坐飞机吗 从墨西哥到洛杉矶有2000多公里呢 难道说她这飘过去的 好吧也不嫌累 故事的女主叫做西娅 她有两个可爱的小孩 男孩叫做好奇哥 女孩叫做作货妹 西娅的老公在不久前去世 她的工作类似儿童保护机构 经常会处理一些虐待儿童的事件 这天西娅来到派沙家调查情况 可她刚一进门却发现派沙好像精神上有些问题 西娅问她你那两个孩子呢 派沙说 嘘 笑张点别让他们听到 西娅是一脸的蒙圈呢 别让谁听到 你那两个孩子去哪了 后来经过一番寻找 她发现了一间密室 派沙说你绝对不可以进去 打开密室就会害死他们 但是西娅却要坚持进入密室 最后在警察的帮助之下 她终于在密室当中找到了两个孩子 可孩子们却对西娅说 麻烦你把门关上好嘛 她有可能会杀死我们 但西娅却没能理解孩子们话中的真正含义 再看看他们身上的伤痕 所以西娅怀疑是母亲派沙要伤害他们 于是西娅带着两个孩子来到了儿童福利院 可当天晚上他们就遇到了纳杰的鬼魂 最后两个孩子被人发现死在了河里 深夜时分 西娅带着熟睡中的好奇哥和作货妹来到案发现场 和她一起到来的还有派沙 派沙说就是你害死了我的孩子 如果不是你把他们放出来 纳杰也不会杀害他们 听到纳杰的名字 西娅有点晕呢 纳杰是谁 她又是如何杀人的 这时在车里嫌疾无聊的好奇哥 打算去案发现场看看传说中的尸体 可尸体还没看到 他却听到了一阵凄惨的哭声 一般的小孩呢 听到这种声音早就跑回家了 但好奇哥并非常人 他非要找到哭声的来源 最后不出意外的 他遇到了纳杰 同时纳杰还在他的身上 留下了一个特殊的标记 有了这个标记 不管好奇哥跑到哪里 纳杰都可以轻易的找到他 转年西娅在牧师那里 打听到了纳杰的传说 但他认为这些都是胡扯 同时作货妹这边 在家中遇到了纳杰的鬼魂 当然也在他的身上 留下了一个标记 而对于这些伤痕印记的来源 这两个熊孩子 居然没有告诉母亲西娅 以至于让医生物认为 是他们受到了家暴 晚上西娅打算和好奇哥好好谈谈 你这个伤疤到底是怎么来的 与此同时 纳杰的鬼魂找到了作货妹 作货妹认为 是母亲在帮自己洗头 但洗着洗着呢 就有点不太对了 感觉不像是在洗头 更像是要杀她 还好这时 西娅听到了卫生间里 发出的异常声响 这时请胆小小伙伴们 把手机拿远一些 在救出作货妹之后 西娅也看到了纳杰的鬼魂 这下她也彻底相信了牧师说过的那番话 准天西娅带着孩子们找到了牧师 牧师说 驱魔这种事 我要向上级汇报 需等待一个月左右 但纳杰的诅咒 恐怕等不了这么长时间 所以我建议你去找一些民间的牧师 或者是巫师 在牧师的介绍下 他们找到了小胡子 小胡子一看就可以看出 这是纳杰留下的标记 原来她跟纳杰的斗法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她对纳杰的一切都很熟悉 小胡子说 快点带我回家 纳杰今晚就会带走这两个孩子 在一番准备之后 他们摆好了法阵 可这个法阵对于纳杰来说 都是小儿科 不就是蜡烛吗 我给你催灭了不就得了 这时纳杰的鬼魂出现 她先是打晕了西娅 然后又想掳走好奇哥 在关键时刻 小胡子往纳杰的脸上 泼了一些有眼泪净化成的圣水 而这些眼泪的主人正是纳杰本人 最后小胡子在屋子的四周 撒下了一些火枝树的木屑 她说这棵树当初目睹了纳杰 杀害孩子的整个经过 所以这些木屑对于她来说 就是一种无形的屏障 只要熬过今天晚上 估计这件事情就可以平息了 一切看起来都还算很顺利 但作后妹的名字能是白叫的吗 这时作后妹看到 自己的玩偶还在屋外 然后她居然把玩偶拿回了屋 同时也打乱了地下的木屑 那纳杰自然是很高兴了 哎呀我的好孩子 快点让妈妈抱抱 我这都快坐上公交准备回家了 没想到你这么帮忙啊 可是有小胡子在 纳杰自然是无法得逞啊 她不但没能带走孩子 反而还让西娅顺走了她的项链 你说人家没带走你的孩子 你还偷人家东西 是不是有点不太合适呢 人家毕竟是鬼魂 也是有尊严的 而当纳杰看到这个项链时 仿佛回想起了一些往事 她呢也现出了原形 话说从这个角度来看 纳杰是不是有点像金刚呢 传说她是这个村子里最美丽的女人 呵呵呵 我要是那个富商也和她离婚 太吓人了 就当事件往好的方向发展时 作后妹又要开始作祸了 她在不经意间 居然弄掉了蒙住镜子的布 看到鬼魂形态的自己 纳杰又开始发疯了 还好这时小胡子给了西娅一个十字架 这个十字架也是由火之木制作而成 所以很容易的就杀死了纳杰 那有小伙伴会问了 既然这么容易就能杀死她 为什么还要弄得这么复杂呢 这只能说十字架是最后的一个方案 能不能杀死她 其实小胡子的心里也不是很清楚 温总听到了吗 记得给我打钱啊 我已经帮你圆的很不错了吧 而到此呢 影片也差不多结束了 其实纳杰会找到西娅他们 就是因为派杀恳求纳杰 一定要带走好奇哥和作后妹 让西娅也感受一下失去孩子的痛苦 这种心态怎么说呢 举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 例如你接到了一排带有真子诅咒的录像带 但是你没看 这天你的同学来到家里想要打开录像机 你说千万别开 打开之后就会死人 可同学却认为你收藏了一些爱情动作武打片 所以他强行打开了录像机 你说你此时应该去责怪谁呢 是真子还是你的同学呢 对于弱小的我们来说 肯定会去责怪同学 但我的美姨一定会去责怪真子 为什么 因为他够强大呀 可以和真子抗衡 什么诅咒 什么录像带 分分钟都给你烧了 对不对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 咱们下期节目见 咱们下期见 咱们下期见